韩国有这么一个职业 他们私下玩着明星 睡着模特 甚至连黑道都得受到他们的庇护 他们拥有无法撼动的绝对权利 韩国电影向来以什么都敢拍而出名 那么韩国政坛就是最好的话题对象 所有的商人财阀 政府高官 在他们面前只能低头哈腰 俯首称臣 有时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总统的选举 而这个无法无天的职业 就是检察官 阿泰18岁时是学校里的扛把子 他干啥啥不行 耍狠第一名 但有一天回家时 他看着自己的老父亲 被一名检察官一脚踢翻在地 而平日里的无赖父亲 这一时却连动都不敢动 看到眼前这一幕 阿泰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再厉害的拳头 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只有权利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所以从那件事开始 他就彻底放弃了混混的身份 没日没夜的学习 一次考试中 忽然进步了40名 老师叫他过来 本以为要夸奖他 没想到摘下手表后 一顿爆锤 隔天单独再给他考虑次之后 老师才知道 这家伙真的学了 不久后 他的成绩突飞猛进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首尔大学法律系 大学期间 他仍然不断地努力学习 毕业后 顺利考上了公务员 成为利明 让人望尘莫及的检察官 由于自身条件非常优秀 符合高质量男性的特征 不久后就赢取了一名白富美 按道理来说 他接下来应该走上人生巅峰的 但只因一次错误的抉择 从而彻底改变了阿泰的命运 这天一桩体育老师性侵女学生的案件 引起了他的关注 这名体育老师仗着自己有背景 买通了校长 并威胁其他学生 不准泄露真相 普通人对抗有背景的权贵 就像皮肤汗大树 况且这个女孩的母亲 还是个智障又残障的 单亲妈妈 最终以500万韩币的赔款 草草了结此事 阿泰咽不下这口气 就在他收集好所有证据 准备起诉那名体育老师时 阿泰的学长阿哲却突然出现 表面上说是要带他去吃点宵夜 实际却把阿泰带到了 首尔的检察院战略部 看到琳琅满目的案件卷宗 阿哲暗示他把老师性侵案件的证据 暂时存在这里就行了 等必要时再调出来 让案件扩大发酵 意思就是让阿泰放弃 继续调查 因为那名体育老师的父亲 与检察院部长的交情颇深 而作为答谢 他可以引荐阿泰 进入首尔的战略部 进入战略部 是阿泰一直追求的梦想 战略部中有一位检察官 更是阿泰一直崇拜的对象 这里积攒了整个韩国的黑历史 即使在大众面前当红的明星 一旦他们的资料进入战略部 那他们以后也只能乖乖听话 任由摆布 此时面对眼前巨大的诱惑 阿泰有些动摇了 很快那个人渣体育老师 就被无罪释放 不过阿泰为了能让自己良心过得去 他把500万的赔款提升到了5000万 受害人母亲为了表示感谢 还特意送来了一份便当 但阿泰这顿饭却吃得相当难受 阿泰也信守承诺 为了欢迎阿泰进入战略部 带他来到了一所金币辉煌的大厦内 这个私人会所就象征着权力的证明 能进入到此处的人无一不是政商名流 所谓的明星模特 在这里就如同玩物一般 分文不值 阿泰在这里也看到 他一直崇拜的那位风云人物强哥 更没想到 那个人渣体育老师也在这里 阿泰一脸不屑的态度 惹恼了强哥 他则没没想到 刚见到偶像的第一面 就会被抽一个大嘴巴子 强哥的一番话 深深地刺痛了阿泰圣母的内心 曾经发誓 要维护世界正义的人 最终还是沦落为社会的奴隶 他与那名体育老师 直接交杯酒结约 因为这也是他当初梦寐以求的权利 在权利之下 只能舍弃自尊 位置才能牢牢把握 等到派对结束后 人渣体育老师的一番话 再次激怒了阿泰 阿泰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 正要出手准备给那人渣一巴掌时 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黑友 一巴掌将人渣打倒后 又来了一记段子绝孙角 仔细一看原来这人是阿斗 他是阿泰高中时期的铁哥们 只因阿斗当时发奋学习 两人变得不再交流 而毕业后阿斗则加入黑岛 现在已经是南部地区最大的黑帮 黑狗帮老大的左膀右臂 而黑狗帮同时也是强哥的背后组织 强哥处理不了的脏事 都会交给黑狗帮 而至此之后 阿斗也成为了阿泰的背后组织 阿泰从此彻底打开了格局 脏事做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好 慢慢自然成为了强哥的得力助手 媒体和舆论只是他们赚取脏钱的工具 甚至阿哲被判刑一年半 只需要阿泰一句话 几个月就能出来 虽然拥有无法无天的权力 但没过一段时间 他们这群人还是会紧张一下 每次的总统选举 如果站错了队 就意味着他们会丧失一部分权力 然而这个抉择 每次都难以预料 不知道要把哪边的黑材料拿出来爆料 所以每次权力交替之时 强哥就会去找神棍咨询谁会当选 等得到当选人后 他就会把对方的猛料全部拿出来 以表忠心 强哥凭借着内幕和运气 又猜对了谁是总统 然而政权交替可不仅仅是换个人那么简单 对方势力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 都需要重新大洗牌 阿泰他们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唯非作歹 就连出去玩都有警察开路 有了权力之后 金钱和美女就源源不断 很快就有了一个身材活辣 对阿泰投怀送抱的女明星 阿斗为了跟上阿泰的步伐 她也迅速扩张自己的地盘和势力 而他们的所作所为 被同在战略部别的部门的女检察官盯上 小安他们是一群自诩清高的检察官 目的就是为了揪出以强哥为首的部门 但以他们的能力 想要扳倒强哥简直是痴人说梦 不过他们展开了逐一击破的攻势 找侦探拍到了阿泰出轨的证据 接着他老婆直接把阿泰从家中赶了出来 而阿斗不仅把势力扩张到了全国 甚至还有心逐渐吞并黑狗帮 但黑狗帮可是有强哥罩着的 阿斗的事情很快传到了强哥耳朵里 所以看似风平浪静 实则这一切都在黑狗帮老大和强哥的掌控中 不过马上又要进行新一轮总统选举 暂时先放任阿斗不管 这次总统竞选者中有一位是搞司法的 他生平履厉刚正不阿 对贪污和腐败之事深恶痛绝 一旦他当选 强哥等人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黑操作 将对方的黑材料全部交给了在野党 但这次却事与愿违 这位刚正不阿的姓卢的人成功当选总统 按照惯例来看 这次被洗牌的人是强哥他们 虽然他只手遮天 但他们的黑料同样被别的检察官掌控着 一旦权力不在 他们的黑料将存储不穷 新闻中爆竹阿泰和黑道副手阿斗关系匪浅 强哥本来怒火中烧 他对着阿斗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而野狗帮接到了强哥的命令 迅速处理掉阿斗 与此同时 强哥在选举前泄露了对方阵营的把柄 所以他为了自保 决定替现在的执政党 除掉在野党的头目 向新总统表忠心 而阿泰被强哥他们边缘化 发配到了一个鸟不拉式的小地方 意思就是让他赶快自己辞职 两年之后 东山再起的强哥觉得留着阿泰就是个隐患 大半夜过来找他 表示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邀请他去喝一杯 但实际是要趁机除掉阿泰 而阿斗坐了两年牢 最近刑满释放 他回去看自己之前留下来的钱时 却发现柜子里一干二净 原来是阿泰拿走了所有的钱 偷偷交给了黑狗帮老大 告诉他们 等阿斗出狱后 不要再追杀他 阿斗知道这些内幕后 这一天他正好要找阿泰算账 没经过他的同意 就动了那些钱 可却看到了 强哥和阿哲把阿泰带上车 他们在车上一路有说有笑 这时忽然冲出来一辆车 直接撞了上来 发生车祸后 三人重伤昏迷 等到阿泰睁开眼睛时 强哥和阿哲已经被转院 阿斗故意撞车的这个操作 很快就被黑白两道通缉 逃亡了几个月之后 他再也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强匹马的闯入了昔日的黑狗帮 结果当然是有去无回 之后阿泰被逼只能辞退检察官一职 家庭女人兄弟权利 这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全部离他而去 而自认清廉的卢总统当选后 跳进了韩国政界腐败的大染缸 自身由于贪污问题 最终不堪压力 跳牙自杀 压在强哥身上的这座大山 终于塌方了 之后强哥等人步步高升 他们重回巅峰 再次掌握了权力 不久后 阿泰心也不甘 他痛下决心 读上全部家当 定做了一套昂贵的西装 首先找到了同样被发配到小地方的小安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扳倒强哥 接着 他带着一片真心 找到了前妻 两人尚有余温 便顺利复合 通过妻子父亲的运作 阿泰得到了在野党的支持 经过高人一番包装后 他以前检察官的形象 重新出现在媒体的视野中 他打着揭露强哥 司法舞弊的名义 很快就变成了 记者们追逐的焦点 而已经成为部长的强哥 看着重新回到媒体的阿泰 他再也坐不住 他单独约了阿泰 以其岳父行贿之事相逼 让他放弃政治斗争 当阿泰听到后 丝毫不为所动 他与强哥妻子洗钱之事 予以还击 小安也悄悄从现任口中 得知了许多黑狗帮的黑幕 以及他们逃税漏税 杀人灭口的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 强哥和黑狗帮的舆论愈演愈烈 他不得不召开 新闻发布会澄清 反击阿泰为了当选国会议员 制造大量假新闻 给他无端泼脏水 但正当新闻发布会进行时 现场的这群记者 却忽然被另一个 爆炸性的新闻吸引走 因为阿泰同时宣布 自己要竞选下一任韩国总统 这招用爆炸话题 覆盖大话题的招数 正是之前强哥传授他的经验 至此舆论和风向 已经彻底倒向了阿泰这边 以强哥为首的检察官部门 全部人设倒台 而阿泰最后是否当选了总统 无人得知 在韩国政界的历史中 有诸多的阴暗面 影视作品只是以一种 相对片面的形式 进行了单方面的讽刺 虽然有许多正义之事 想要净化腐败的染纲 但想以一己之力改变现实 这种影响着千万人利益的事情 或许你永远无法撼动 这个西装革履 在天桥上一跃而下的男人 叫阿令 就在几天前他还是神着军装的朝鲜刑警 他所在的地方是朝鲜215工厂 一个专门负责印刷漂亮国钞票的秘密基地 每天会有大家打工三辈子都赚不来的钞票 被陆陆续续运送到高级军官的手上 而这些钞票只有五角大楼可以辨别真伪 冤大头阿令对此一无所知 他的任务就是保障这里的绝对安全 正在他执行时 妻子花灵给他送来了18K精纯手工打造的窝窝头 花灵嘱咐阿令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心好慌 正当阿令倍感甜蜜时 突发事件来袭 全员紧急集合 阿令化身工作狂魔 让花灵在车里安静等待 随即就带上了兄弟们上路 这一看可不得了 阿令立马告诉上司阿诚 自己发现了一条大鱼 谁知阿诚命令他原地等待支援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年轻气势的阿令怎么会放弃这次升职加薪的机会 他果断做好部署 不顾众人反对展开行动 这时基地突然被火身着军装的叛军偷袭 他们十分熟悉这里的地形特点 不到三秒就解决了所有安保人员 一时间死伤无数 顺利找到印钞同板后 领头军官下令击毙所有工作人员 就在众人犹豫之时 阿令带着一队人马杀了个措手不及 成功击毙一名小弟 双方人马剑马弩张 僵持不下 正当阿令想大杀特杀时 幕后boss姗姗来迟 阿令持枪顶禁一看 死人正是自己的上司阿诚 原来操纵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他 阿诚挟持了阿令的妻子当人质 他拿起印钞同板 试图劝说阿令 跟自己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刚正不阿的阿令自然没有同意 心狠手辣的阿诚 自称要让花灵脑袋开花 阿令无奈 只能跟其他小弟们一起放下武器 已经没有威胁的阿诚将众人引诱下楼 这时阿诚的手下丢出了一颗手榴弹 一时间活光四射 巨大的冲击波带着甲壁漫天飞舞 阿诚手下在迷雾中持枪扫射 花灵也被阿诚一枪击中要害 当场毕命 凉凉凉强强强的阿令 想要爬到妻子身边 却也被一枪打倒在底 他看着死不瞑目的妻子 内心悲痛欲绝 阿诚胸有沉着地拿起枪 要结束这场战役 可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他的子弹悉数殆尽 一脸不可思议的阿诚决定留他一命 局势动荡不安 他也需要一个替死鬼 阿令或许是个不错的人选 铜板的丢失 让保安部沦为热锅蚂蚁 他们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议演讲员从三字经讲到弟子规 根据三角函数结构分析出时间 又经过唐诗三百首推算出地点 锁定犯罪嫌疑人阿诚 此时正位于韩国首尔 为了避免国际上的轩然大波 他们要不动声色地拿回铜板 随后长官又来到漆黑一片的监狱 作为此次事件的唯一一个幸存者 不免惹人怀疑 疑神疑鬼的长官把枪口对准了阿令 面对这样一番严刑逼供 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阿令 宁愿粉身碎骨也要跨国追凶 长官把机会让给阿令 一周后的南北会谈始无前例 阿令会被安排在使节团中混入韩国 画面一转来到了首尔大街上 一个身穿大红色袈裟 戴着蛤蟆墨镜的小江 正在追击一名逃犯 跑了七七四十九公里的他 热得脱掉了假发 气急败坏的就要和逃犯决一死战 谁料逃犯拿出四十米长的大刀 吓得小江举手投降 节节败退 他一边百般抚卫 一边拿起十米长的木棍 可下一秒 逃犯见状 逐动发起攻击 气氛紧张到几点时 小江的手机响了 逃犯没想到 这个警察比自己还变态 就在小江接听女儿电话的功夫 眼疾手快的逃犯 早已翻墙逃之夭夭 看着监控器里天真无邪的小江 组长脸都气力语的 甚至怀疑小江受了逃犯的小费 故意网开一面 警队所有的努力都辅助东流 组长迫于监察组的压力 给予了小江停职三个月的处分 一脸生无可恋的小江走出办公室 实习生一路小跑追来 原来是因为实习生的失误 所以才没汇报抓捕行动 小江比吃了二百个苦瓜海骨 但是为了实习生的前途 他选择独自一人承担责任 可小江的生活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首先出场的是爱慕虚荣的女儿 其次是经济窘迫的小姨子 最后是喋喋不休的老婆 成功被唤醒的小江下楼丢垃圾 却遇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族长 小江看见不痛人情的族长 就一脸晦气 族长语重心长地告诉小江 这次的任务很不一般 原来韩国早就知道了朝鲜的底细 也十分清楚 这次南北会谈的突发情况 这次的任务十分抢手 但是族长还是为了小江先下手为强 为他带来了一系列资料 不按时事的小江 真的以为族长是活菩萨转世 代号家伙就准备大干一场 作为国家栋梁 他准备义不容辞的勤拿罪犯 可没想到 这次任务就是需要一块绊脚石 傻瓜蛋小江成了最完美的人选 小江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拖住阿令的步伐 24小时无间断地汇报他的一举一动 如果韩国抢先一步拿到铜板 他们就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神职加星更不在话下 接到任务的小江火速出发 来到机场见到阿令后 被他帅得无地自容 二话不说 趁着拥抱的间隙就顺走阿令口袋里的枪 紧接着他竭尽地主之仪 带阿令来烤肉店大快朵仪 二人面面相去各怀心事 铭记组织任务的小江开启聊家常模式 阿令对他矮大不理 小江想上手看看阿令的徽章 不成想却被他一把掰过手指 骂骂咧咧的小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机 递给阿令 谁知阿令早有防范 无奈小江只能化身倒游 带阿令游山玩水 阿令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小江 小江故意拖延时间 带着阿令堵在了路上 闲来无视的他不停拿着手机发送信息 这一幕都被阿令看在眼里 逐渐丧失耐心的他破口大骂 小江得知阿令要去抓捕阿诚的线人 又光明正大的拿起手机传递消息 此时对讲机内传来了一件挟持人质案 小江决定前去追捕 阿令忍无可忍一把揪住了小江的安全带 无法施展拳脚的小江下车热身 却十分狼狈地被阿令扣在了车上 阿令看到了他手机里所有的聊天记录 再也无法信任眼前的这个家伙 追踪不上的小江只能打电话请求外援 此时阿令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 好不容易靠着线索找到了线人地址 悠哉悠哉喝着咖啡的小江早已等候多时 不曾想他再一次跟丢阿令 没有了绊脚时阿令很快就找到了线人 他在躲避线人的攻击时 小江趁虚而入 发动警报吓跑了线人 二人随即展开 他逃他追 他插翅难飞的戏码 线人竟在咫尺 眼看复仇有望 谁知线人拦截了一辆汽车 扬长而去 阿令情急之下 只能挂在车上 线人竟然立马跳车而逃 眼看就要撞到路口的小女孩 小江只剩一人护住小女孩 阿令紧急拉动手杀 二人配合默契十足 小女孩也毫发无损地 回到了爸爸身边 唯一不幸的是 线人早已跑没了踪影 这一幕又被监控完整拍下 组长对着小江 又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进行 焦头烂额的小江 准备把阿令接回家 进行24小时 全天后监视 两人被手铐紧紧地靠在一起 连上车都变成了一个世纪难题 他们以一个十分尴尬的姿势 面对面 双方都眉眼看 小江提出彼此信任 合作共赢 阿令半信半疑地 接受了她的想法 正当两人坐在桌前 把酒言欢时 小江拿出了自己的见面力 给阿令套上了一个 位置追踪器 没想到 远在朝鲜的阿令 竟然知道眼前这个先进的科技 紫鸭子嘴硬的小江 开始信口胡舟 阿令疑惑 为何小江没有佩戴 证明身份的追踪器 一下子捏了的小江 恍称自己的还在充电 趁着喝酒的功夫 还以为自己已经成功 蒙混过关 酒气熏天的小江 二两烧酒下肚 已不知天高地厚了 她拉着阿令 从天上说到了地下 二人回到家中 却惊艳到了小姨子的 闪亮大眼 小姨子整理好着装 热情地拉着阿令进门 小江老婆并不是 十分欢迎这个陌生男人 阿令的到来 让小姨子欣喜若狂 趁着阿令上厕所的间隙 小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她的手机里 安装了窃听器 结果阿令趁她熟睡 又偷偷地取出了窃听器 第二天一早 精心打扮的小姨子 坐了一桌满汗全席 众人听说 阿令是朝鲜刑警后 好感度直线上升 就连小女孩都为她主动加菜 就在他们还在吃早饭的时候 项目会谈了 手下手法熟练地检验着假钞 奈何小学毕业的尹会长 根本看不懂 作为生意厂商的老手 他深暗旁门左道 如果见不到智钞现场 他便不会轻易合作 实力相当 都不能轻易翻脸的二人 做出约定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画面一转 吃完早饭出门的阿令和小江 正在通过监控定位线人的位置 竟然位于一家 还没有正式开业的免税店 只想尽早报仇学恨的阿令 火速出发 小江胳膊拧不过大腿 跟着阿令一路来到了免税店 结果意外发现了 当初自己追捕的逃犯 逃犯走进屋内找外援 男人三言两语就激怒了小江 刚准备跃跃欲试的小江 被对方抢夺了武器 一时间众人戏耍起小江来 终于看不下去的阿令出手相助 伸手不凡的阿令让男人无地自容 只能靠打架斗殴来出气 谁知一众小弟一拥而上 都不是阿令的对手 即便是他们都拿着武器 阿令也丝毫不慌 只见阿令把卫生纸泡在纸杯里 再控干水分 就得到了他的自制秘密武器 被打过的人轻则投破血流 重则残疾一身 放倒一群人的阿令一个衍生过去 最后幸存的小弟也落荒而逃 不料刚好被躲在门口的小江 抓个阵爪 也连不可思议的小江 仔细端详起卫生纸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怎么利用这个东西 把众人打得落花流水 缴获小头目的手机后 阿令让小江追踪现人的位置 他一个抬手 把小江吓得虎去一阵 赶到后怕的小江 担心自己会命丧他手 悄悄打电话给组长抱怨 组长查出了县人的居住地 命令小江立马出发 不成效 这一切都被反江义军的阿令监听着 二人按照线索前往县人的位置 走到二楼 竟然是一家小赌场 看到县人的身影后 阿令独自下楼 不明所以的小江还在和人闲谈 对方得知他是来找人时 派出了一众人马 将他团团围住 自以为有伸手矫健的阿令保护 小江并没有把众人放在眼里 结果回头发现 自己身后空无一人 为了保护自己 小江只能掏出武器 可雪上加霜的事 总是发生在他身上 小弟们步步紧逼 小江弄先麻将桌 赤手空拳的他 和一帮手拿金刚服的小弟们决斗 小江看到桌上的卫生纸后 仿佛见到了救命稻草 他模仿着阿令的样子 发起攻击 千锤万打后 结果对手根本毫发无伤 打不过就逃 但是对方根本不放过他 小江只能硬着头皮上 捡到什么就用什么 这时楼下的线人 恳求阿诚小弟 帮忙说个好话 好让他在阿诚手底下工作 阿令刚好看到这一幕 他一把接过小弟丢来的电话 很有素质的他 没有问候阿诚全家 而是告诫他 自己会亲自要的他的狗命 阿诚在电话另一头 吃着小熊饼干 根本没在怕 阿令和小弟的战斗 一触即发 用钢板做防护的他 一脚踹下了小弟的手枪 武器全无的二人 只能赤手空拳 铁神肉搏 身材魁梧的小弟 照着阿令的脸 就来了两拳 阿令和小弟实力悬殊 没一会儿就落了下风 被打趴在地 此时小江赶来现场 身后还带了大批警车 眼见打不过的小弟 跑为上侧 刚买的最新款宝马 就撞破了铁皮围栏 心细如发的阿令 看到了小江身上的伤口 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伤的小江连连喊疼 警察抓捕了楼上的赌徒 眼间的实习生看到了小江 便紧随其后 他看到重弹倒地的线人 就要去喊警察们过来处理现场 看着莽撞的实习生 小江十分无奈 交出线人的手机后 安排实习生 调查他三天内的行动轨迹 难兄难弟二人 深夜回到家 蒙在鼓里的老婆 不知道小江中刀的事情 对着他的刀口就是一顿强 而阿令这边只是擦破点皮 小姨子就心疼得不得了 直言虽然阿令绵心微薄 但是自己不想看到他受伤 以后结了婚 还要好好地在这儿过日子 小姨子直白地表达 阿令无动于衷 以自己有女朋友为由 拒绝了小姨子的心意 但当天晚上 他还是再次来到阿令的床前试探 姐夫一脸猥琐地坏笑 吓得小姨子落荒而逃 而阿令看着战友们的照片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小姨子再次准备了爱心便当 不懂小姨子用心良苦的小姜 嘲笑年糕像个哑铃 原来这是为了阿令而准备的 北朝鲜年糕 这时小姜的手机 突然来了一条短信 得知自己被监听后 小姜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阿令 已经监听不到任何信息的阿令 明白自己已经暴露 他静止找到掌握信息的小姜 可小姜正因为他监听 自己的事情而生气 根本不想跟他分享自己的情报 一肚子窝囊气的小姜 又搞起了地狱骑士 阿令也不惯着他 立马回怼 二人互不相让 最后一心想要复仇的阿令 无可奈何 只能恳求小姜帮助自己 看着如此真诚的阿令 小姜沉默了 他带着阿令来到了 尹会长和阿诚的交易地 观察好地形后 阿令在后备箱整理工具 嘱咐小姜在此处原地待命 直到小姜生活窘迫 阿令又拿出一万块 感谢这么长时间以来 小姜家对自己的照顾 一时雨塞着小姜 感动得死去活来 背着绳索的阿令 潇洒上路 正在天台上 安装简易支架的他 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刀子嘴豆腐心的小娇 还是选择前来帮助自己 二人通过视频电话 了解屋内的情况 阿诚祖传的智钞机 浩浩荡荡的来到尹会长面前 三秒钟就能生产200美元 双方再次根据铜板进行谈判 贪婪的尹会长觉得 铜板单价过高 直接砍价一半 阿诚用手势发送暗号后 点泪杯渴了 不紧不慢地喝起了渴了 还不忘和尹会长聊家常 谁知此时阿诚直接把价格 抬高了两倍 吓得尹会长目瞪口呆 紧接着他又狮子大开口 把价格翻了三倍 刚过十二点 阿诚的部队就及时赶来 尹会长的人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纷纷中枪倒地 这无疑是给了阿诚十足的底气 他直接把价格抬高四倍 不明所以的尹会长骂骂咧咧 身后的四位小弟 就立马去找阎王爷抱了道 徒手捏碎杯子的阿诚 让尹会长大气都不敢出 眼看阿诚就要转身离去 伸手敏捷的阿令 利用绳索破窗而入 一路过关斩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企图用废话吸引阿令注意力的阿诚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还有一个帮手 正在小弟彷徨之际 阿令杀出血路 把他扑倒在一楼 当了自己的人肉坐垫 不想被他们绑住脚步的阿诚 丢出一颗手榴弹后 迅速撤腿 巨大的冲击波让豪宅一片狼藉 屋外的众人纷纷蹲下暴头 身体没有大碍的阿令 沉慎追击 可自己的两条腿 始终跑不过人家的豪华四驱 回到地下车库 想开车的他 还不忘关心一下重担的实习生 阿令和小江再次上路 这时组长打了电话 责怪小江擅自带来阿令 并且命令小江必须活住阿诚 必要时甚至可以杀了阿令 确保铜板顺利交到自己手里 不过这时 小江却不理解组长的反复无常 小江怒气冲冲的挂掉了电话 开始旁敲侧击 神称警察办案 不是为了杀人偿命的复仇 而是要让对方接受法律制裁 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了阿诚的车 避免不了的一场飙车 还顺带着横飞的子弹 两人势均力敌 只有无辜的司机在躺敲 这场意外 还激发了小江的飙车技能 惊魂未定的二人一路几尺 一个在前面跑 一个在后面追 甩不掉这个狗皮高药的阿诚 换了一把98k疯狂扫射 谁知阿令 竟然直接卸掉车门 探出半个身子 一枪打中了对方的轮胎 阿诚已经没有招架之力 连人带车飞出去了50米 丢掉了半条命的阿诚 还不甘心地 想要拿起武器 却被阿令阻止 吃别的阿诚 只能连连求饶 他再次不知死活地 提起阿令妻子的事情 这无疑是触动了阿令的逆铃 他颤抖地举起枪 准备了结阿诚 故承想被赶来的小江志 就在二人纠缠的时候 阿诚跳江逃命 再次将枪口对准了无辜的小江 小江提起二人刚才的约定 但是阿令愤怒地嘶吼 阿诚的杀妻之仇不得不报 更何况自己在妻子的随身物品中 发现了验运照 原来当夜妻子找到自己 就是要分享这个好消息 不料阿诚开枪一失两命 阿诚克制好自己的情绪 放下了武器 恍然大悟的小江羞愧不已 打算让阿令带着铜板回去交差复命 自己则谎称阿诚和铜板都消失在了交合之中 但是阿令十分清楚自己的目的 他只求阿诚一死 铜板对他来说已是无足轻重 就在这时身后大批警车赶来 小江把铜板交到阿令手里不断催促 迫于无奈的阿令 看了一眼江河后 阔步离去 小江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晚阿令带着铜板回到了部队 上司的重中之重是铜板 一个阿诚对他来说不足挂齿 阿令只能遵守上司的要求 可事情很快就迎来了转机 成功逃脱的阿诚 趁着深夜绑架了小江一家 想要一次来威胁小江拿回铜板 心狠手辣的阿诚 让小江背后发凉 女儿的哭声更是把他搞得崩溃 可铜板已经被阿令带回 走投无路的他 只能打电话求助阿令 一向要强的男人声泪俱下 对这种痛苦感同身受的阿令 随即找到上司 告诉他阿诚还活着 甚至威胁了跟自己一起办案的刑警 上司不紧不慢地点燃一支烟 奉劝阿令别多管闲事 见阿令如此执迷不悟 上司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阿令带走铜板 心急如焚的小江 来到母女俩被绑架的地点 却不知阿诚早已做好了万全准备 他把母女俩用铁链捆绑在定时炸弹下面 又派出一名聚机手锁定小江 自己则坐在监控室 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没有铜板护体的小江破口大骂 无言晦语暴力输出 身背高得差点震聋阿诚的耳朵 小江看到计时气候 果断乖乖服软 恳求阿诚能够放了母女俩 他看着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画面 命令聚机手开枪 一声枪响过后 对讲机里传来了阿令的声音 幸亏阿令及时赶到救下的三人 只见阿令一发击中 活速解决了两名聚机手 为了救下小江的家人 他主动献出了两块 没有正面的印钞铜板 小江看到计时气停止 快要跳出来的心脏 终于安稳了下来 在阿令的保护下 三人成功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阿诚自然不会放过 持有铜板的阿令 命令小弟潜伏偷袭 自己则利用对讲机 分散阿令的注意力 可阿令根本就不被他所迷惑 把铜板从高处丢下后 一枪打爆了监视器 这正是阿令放出的诱饵 上当的阿诚决定 亲自出马会一会这位兄弟 不成想 阿令从天而降 三拳两脚就解决了两名小弟 这时已经逃脱的小江 却停下了手 作为一名刑警 此时他的正义感爆棚 因为害怕老婆的反对 所以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 结果善解人意的老婆 大手一挥 就让小江前去营救阿令 小江顿时两眼放光 放下母子两后就调转车头 阿令独自一人和众多小弟周旋 实在有些劳神费力 但是多亏有多年的作战经验加持 从会过人的他打断了电源 一时间战场陷入了黑暗 结果刚逃出来的阿令 又碰到了两名小弟 子弹快要用尽 他只能选择近身搏斗 阿令不幸中弹也丢了武器 赤手空拳的他 根本不是阿诚小弟的对手 他只能凭尽全力撕打 小弟一个不注意 就被他打歪了脸蛋 魁梧的小弟就这样 成为了阿令的手下败将 而阿诚这边 已经顺利找到了 另外两块印钞铜板 他派小弟缠住阿令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打伤了阿令 阿令拉起小弟 当自己的人形盾牌 逃过一劫 阿诚携带铜板 赶往码头 大批持枪小弟 逼退了阿令 身受重伤的阿令 已经没有实力和他们较了 突然小江开车赶来 直接撞飞了小弟 他冒着枪林弹雨 把武器交给阿令 听到声响的小江 发现了逃跑的阿诚 他让阿令前去追捕阿诚 自己则留下对付众多小弟 话还没说完 阿令又没了踪影 阿令和阿诚展开了殊死搏斗 没有了子弹的阿诚 已经落于下风 狡猾的他 把铜板放在前面 吸引阿令 自己躲在背后偷袭 他甚至不惜徒手挡住子弹 就为了保全一命来发家致富 现在两人的较量让阿诚后悔不已 为何当初不痛快解决阿令 中弹后食血过多的阿令 体力不值 任由阿诚拳打脚踢 阿诚把这段时间的怒气 都撒在阿令身上 他刚捡起匕首 就被及时赶到的小江 打了两枪 城府深沉的阿诚 趁小江关心阿令的间隙 躲藏起来 并再一次成功偷袭了小江 他拿着十斤重的大铁棍 狠狠砸在小江的脊梁 突然一声枪响 阿诚回头望去 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阿令的手掌 阿令接连两枪 大仇得宝 他终于能光明正大的 面对死去的妻儿 阿令看着小江留下了一行青泪 头破血流的兄弟二人 靠在江边 当初二人抢夺的铜板 近在咫尺 他们却为了彼此的荣誉 让来让去 最后小江潇洒的一抛 这个困扰两国的铜板就正式退役 二人 欣慰大笑起来 这次两国共铸计划 终于就此落下帷幕 共铸讲述了朝鲜军人和韩国警察 共同抓捕一个反社会坏人的故事 小人物的心酸和无奈 跃然而出 让人无奈 但也只会会心一笑 黄金配角之一 刘海震 在这部片子担当高笑担当 使得本来应该严肃沉重的一部片子 变得灰血轻松 另外 影片的动作戏比重很大 肉搏戏 追逐戏 飙车戏 枪战戏等 紧张激烈 血脉喷张 可圈可点 片尾交换国家 继继续共筑调查的惊奇彩蛋 给影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001年4月 正值早春时节 这座城市的空气中 还带着一丝撂桥 空荡的街道上 显得并不是那么朝气蓬勃 然而兵哥的场子里 却是人声鼎沸 玩电玩的 看演出的 打麻将的 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 尽情地娱乐 此刻 一个名叫乔乔的女人 走进了场子 见到乔乔走了进来 嘈杂的人群中 此刻 立刻传来问候之声 一句嫂子 茶岗来了 玩笑的背后 带着更多的恭敬 也在无形之中 说明了乔乔的身份和地位 没错 她就是兵哥的女朋友 乔乔静止走到了 兵哥正在打麻将的房间 面对兵哥兄弟们的调侃 乔乔也不生气 只是带着微笑 在挤人的后背 砸上几拳 从乔乔的这一串 动作细节的长镜头 和兄弟们挨打之后的反应 就不难看出 兵哥在这群兄弟中的 显赫地位 落座后 乔乔拿过兵哥 抽了一半的香烟 吸了几口 还不顾旁人在场 娇撑地 咬了兵哥的肩膀 兵哥对乔乔的举动 并不生气 由此可见 兵哥和乔乔的关系密切 这天 老贾和老孙 就因为债务纠纷 找到兵哥平民 老孙说 老贾借了自己的钱 想赖账 但老贾此刻 却矢口否认 表示自己 根本没向老孙借过钱 二人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甚至还当着兵哥的面 拿了枪 见此情景 兵哥不紧不慢地 拿过枪放在一旁 随后他让手下李轩 去把关二爷请来 紧接着 便要老贾 在关二爷面前发誓 老贾一看这阵仗 当即就软了下来 老嫂 明天啊 明天你给不切放 你一下咋算了 老嫂 你也不要踏过 你一下就算了 就这样 兵哥简单的几句话 就解决了兄弟间的纠纷 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随后 镜头一转 来到了歌舞厅 兵哥此刻 正招待一众兄弟们 喝五湖四海 什么叫做五湖四海呢 只见众人分别 拿着一瓶酒 瞧瞧端着唐瓷盆 他们将贵州的茅台 四川的五寮叶 山西的焚酒 等各式各样 来自各地的名酒 从瓶中倾泻而下 将其全部汇聚到了一起 然后兄弟们 各自从盆中摇取一杯 来兄弟们 五湖四海 这兄弟 干 走 走一个 这一枪豪情 也是兄弟之间认可的情谊 镜头一转 乔乔回到了老家 并让一个矿工大叔 帮自己搬了东西进厨房 回家之后 乔乔不见自己老爸的身影 便开口询问矿工 为什么不去上班 一问才知 原来是因为没价不行 班族都停掉了 走着上 说完这种发布了 说头有这么破 我就抢到新 去那才是有 能不能不行 都可以 送走了矿工之后 乔乔听见了广播站传来的广播声 喊话的人正是自己的老爸 他来到广播站 看到自己的父亲正喝着酒 疯狂地吐槽矿长刘金明 乔乔听老爸越说越过分 便直接把他的卖给毙了 回家吧 第二天 乔乔坐上了回大通的公交车 看着父亲一大把年龄了 还住在这种偏远的小地方 乔乔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天晚上 乔乔和兵哥 在舞厅尽情地跳舞 一个不慎 兵哥腰间的枪掉落在地上 意外的插曲让二人沉默了片刻 兵哥捡起枪又别在腰间继续跳舞 虽然公众场合持枪违法 但作为兵哥的女人 瞧瞧已经是见怪不怪 没跳一会儿 兵哥的老朋友二永哥 来到舞厅找兵哥 二永哥以前显然也是一个道上人物 不过现在已经彻底惊喷洗手 乔心做着房地产的买卖 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 说着二永哥还让戴在身边的国标舞者 现场展示了一段 二永哥建议兵哥多了解像国标这样的新鲜事物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人一定要跟上时代 紧接着还掏出一笔钱给乔乔 让他去买点新衣服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兵哥心里也清楚 二永哥找自己肯定是有事情要帮忙 二永哥也不隐瞒 表示有人传言说 他开发的别墅里闹鬼 导致别墅卖不出去 得知二永哥的遭遇 兵哥二话不说把事情揽了过来 但转天一大早 却传来了二永哥被杀的噩耗 兵哥闻讯连忙赶到二永哥家慰问 关于二永哥的死因 大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最近道上一直风平浪静 也没听说二永哥得罪了什么人呢 怎么突然就被两个小混混给捅死了呢 在二永哥的葬礼上 兵哥请来了那对国标舞者 用二永哥生前最喜欢的舞蹈 送他最后一程 回去的路上 突然从一旁冲出个年轻人 趁兵哥不背 二话不说 直接用钢管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腿上 兵哥顿时应声倒地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袭击他的人已经跑了 瞧瞧立刻上前查看兵哥的伤势 并打电话叫兄弟们都过来 很快袭击兵哥的两个年轻人找到了 被胖揍了一顿 在兄弟们看来这简直是笑话 试问在整个大同有谁不认识兵哥的 瞧瞧看到二人脸上狼狈的模样 也就没再继续纠缠 再说兵哥这样的人物和两个小年轻较劲 也有失身份 便放了二人 临走前兵哥问了二人的名字 还称赞他们年轻有为 那他们是真的认错了人才误打了兵哥的吗 真假咱们不得而知 但无论是真是假 这都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在兵哥心中 这个江湖依然属于他们 他们的时代也没有过去 他依然会像从前一样 带着兄弟们看看香港的黑帮电影 从影片的打打杀杀中 体会江湖的味道 这一天 商事见好的兵哥和乔乔 一起到郊外散心 看着对面的火山 乔乔心生感慨 问兵哥 火山灰是不是最干净的 兵哥说有可能 但乔乔却十分肯定说 就是最干净的 经过高温燃烧 烟灰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 接着兵哥也不由地发出感慨 像他们这样江湖上的人 很多事都身不由己 但乔乔却看法不同 恶不死江湖上的人 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且像兵哥这种江湖儿女 从踏入江湖的那一天起 便没有了退路 他扔开双拐 手把手叫乔乔如何开枪 清脆的枪声 相撤山谷 吓得乔乔扭过头去躲避 一天 一个叫林家栋的人 带着妹妹林家宴 前来拜访兵哥 因为这个林家栋之前因为经济犯罪进了监狱 多亏兵哥和人打招呼照顾他 林家栋才没在监狱中受苦 此番他前来自然是要对兵哥表示感谢 只见他打开了装满现金的皮箱 右地上特地在香港给兵哥买的雪茄 兵哥哪里见过这种洋气玩意儿 放进嘴里就准备点燃 此时林家栋突然想起 自己忘了带雪茄刀 林家一听刀还没有吗 只听他一声令下 兄弟们便将几把刀都拍到了桌子上 这一幕着实让人忍俊不惊 堂堂的兵哥和其手下一种兄弟 竟无一人知道雪茄刀为何物 这也让这位大哥身上 有了些许的伤感的味道 有些东西有些人 无论如何也躲不过时光的巨轮 即使兵哥这种江湖上的大哥 也必将被时代的洪流淹没 曾经的江湖地位终将受到挑战 他的江湖也即将过去 更多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即将到来 这天夜里 兵哥和乔乔正坐在车 行驶在繁华的街头 兵哥要求身后的兄弟 掉头去呼和浩特 但此时乔乔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表示自己要减肥就不去了 就这样车辆最终没有掉头 继续前行 就在此时外面响起了摩托车的轰鸣 一群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出现在 在兵哥车子左右 确认车子里面的是兵哥后 他们直接将车子逼停在路中央 敲打车窗疯狂挑衅 司机健壮推门下车 二话不说就动起了手 但对方人多势众 好汉架不住拳多 司机很快就被打倒在地 兵哥健壮将自己的手上缠上毛巾 重重一拳击碎车窗 拳头直接砸在小混混的脸上 这里其实有一个真意点 影片中也没给出具体的交代 一些观众认为兵哥小弟都是虚情假意的 真出了事没几个人敢出头 但一些观众认为之所以没人出头 是因为之前兵哥给他们下达了掉头的命令 他们并不在场 兵哥也不愧是昏迹江湖多年的大哥 他的气场十足 面对数倍于己的小年轻人毫无巨色 片刻便打倒了好几个 但眼前的这些年轻人却丝毫不讲武德 他们直接抡起了手上的铁锹 很快兵哥就显露出了颓势 原来动手的小混混正是之前被教育的那两个人 他们此番特地是来找兵哥报仇 他们按着兵哥的头疯狂砸向车标 一瞬间血流满地 此刻车内的乔乔再也忍不住了 他明白自己再不做点什么 恐怕兵哥要死在这里 只见他拿出兵哥的手枪 走在人群中直接冲天明了枪 枪身吓得一众小混混顿时不感动了 愤怒的枪身回荡在大臣的街头 这两枪虽然救了兵哥一命 但也把乔乔送进了监狱 为了保护自己的男人 乔乔因非法持有枪之罪 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脱下红装换上囚服 监狱内他再也不是大哥的女人赵乔乔 而是囚犯2021 但即使他吃再多的苦 也始终毫无怨言 唯独这几年来 兵哥一直没有来探望自己 这让他的心中有些难过 甚至行满释放 兵哥都没有来接自己 因此乔乔出狱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兵哥 经过他多方打听 终于得知兵哥现在凤杰发展 于是他跟在曾经的小弟林家栋身边 踏上了前往凤杰的路 可一路上 无论他怎么打电话 兵哥都不肯接 此刻的乔乔心中已然有了些许的猜测 可倔强的他一定要找到兵哥 当面问个清楚 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乔乔出去打电话的时候 同意仓房内的女人 偷走了他的钱包和身份证 乔乔焦急如焚到处寻找 但那个女人早已不见了身影 一连串的打击 让这个曾经的大姐大 显得既狼狈又憔悴 费尽千辛万苦 他终于来到了林家栋的公司 哎呀 这不是乔乔吗 欢迎欢迎欢迎 真是他乡与谷之啊 打扰你了 当年毕恭毕敬的称呼为嫂子 此刻却变成了乔乔 这就叫做活生生的物是人非 但乔乔却不在乎这些 只是不停地问兵哥在哪里 面对乔乔的追问 林家栋始终含糊其词 不正面回应 紧接着 他又借口自己要去外地开会 让乔乔和自己的妹妹闲聊 林家宴在铺垫了一会儿之后 直接了当地告诉乔乔 自己现在是兵哥的女朋友 所以兵哥不方便再来见他 乔乔对此其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他仍然执拗地 要兵哥亲口告诉他 这个让他来跟我讲 我跟你没有关系 其实他们两人谈话的时候 兵哥就在隔壁的房间 但他没有勇气出来和乔乔见面 离开公司之后 身无分文的乔乔 走在凤姐的街上 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去哪里 正漫无目的地行走的时候 他突然遇到了正在宣传演出的歌舞团 乔乔便在这里驻足观看起歌手的表演 没想到歌手竟然在互动中 送给了他一只塑料玫瑰花 歌手唱的那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更加深了乔乔心中的惆怅 他此刻继续孤独行走在异乡的街头 此刻的他早已经鸡肠鹿路 正巧接上此刻有一户人家 在办婚宴乔乔走上前去 将花递给了思怡并说了句祝贺 思怡还以为乔乔是新娘的同学 便立刻安排他入席 上了桌乔乔就狼吞虎咽了起来 这一幕看得不免让人觉得心酸 吃完一顿饱餐之后 乔乔来到了码头 正好看见一群男人在围殴一个女人 乔乔直接上前为其解围 更戏剧性的是 这个挨揍的女人 正是当天偷走乔乔身份证和钱包的人 钱已经被这个女人给花光了 乔乔只拿回了自己的身份证 在人身地不熟的异乡 没钱可谓是寸步难行 被逼之下 乔乔想出了个搞钱的主意 她一边在饭店吃饭 一边等待着时机 只要见到大老板模样的男人 就上前说自己的妹妹流产了 要男人负责 嘴出这种瞎猫 要碰死耗子的行为 并没有什么用 但乔乔并没有放弃 继续物色新的人选 结果还真被她给遇到了一个倒霉鬼 就这样 乔乔骗到了一些钱 第二天 乔乔在路边拦了一辆摩的 打算直接去发电厂找兵哥 谁料天空不作美 去发电厂的途中 天空突然下去了大暴雨 司机和乔乔二人 只得在一座桥下避雨 看着浑身湿漉漉的乔乔 摩迪斯基突然起了色情 表示自己的老婆出去打工一年多了 现在雨这么大也走不了 就要和乔乔耍一下 乔乔本能就打算怒嘛 但他转念一想 记上心头 乔乔直接骑上摩托远去 留着摩迪斯基在雨中无助的叫喊 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就是投机不成反十八米 乔乔骑着摩托车 一路来到派出所报案 对民警说 有人要强奸自己 并给出兵哥的电话号码 让警察打电话 叫兵哥过来 就这样 乔乔终于在和兵哥重逢 在旅馆内乔乔问兵哥 自己还是不是他女朋友 兵哥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说 自己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国兵了 也已经不再是江湖上的人 这句话表达的意思 已经不言而语了 但乔乔觉得有些话 还是要说清楚点好 乔乔问兵哥 为什么他提前四年出来 也不去探望太下 甚至出狱的时候也没来接 兵哥不知该怎么回答 反问自己难道这么重要吗 乔乔追问 那什么才是重要的 兵哥犹豫很久 终于突露了埋藏在心底的话 你知道一个男人 身上没有一份钱 心里是深色的 那过去的马仔 坐在饼里 姚姚扬的 那心里是深色的 兵哥万万没想到 自己只是入狱短短一年 外面的世界 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的马仔 纷纷翻脸不认人 兵哥咽不下这口气 男人的自尊心在作祟 于是他便离开大同 来到凤杰 投奔林家洞 试图在这里 卧行长胆 东山再起 让那些势力小人看看 什么叫做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虽然兵哥也遭遇了人生低谷 但这也不是他抛弃乔乔的理由 或许他也知道自己是理亏 兵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按照习俗让乔乔过火盆去一区会计 当乔乔跨过那盆火的时候 他忍不住哭出了声 因为过去的一切都已经不属于自己 乔乔仍然深爱着兵哥 便劝他和自己回家 但兵哥认为即便是回去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回去 离开凤杰之前 乔乔又去看了那个歌舞团的演出 赤膊的歌手仍然在台上卖力地唱着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乔乔一时听得入了神 歌词就像这样扎在他的心上 过去的一幕幕画面也映在了他的眼帘 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下来 跟着曲子也轻轻哼唱着 仿佛在用歌词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 在回去的火车上 乔乔遇到了由徐珍扮演的江湖骗子 他不停地自吹自擂 说自己在新疆有一个旅游公司 要开发一个带旅客去寻找UFO的扯淡项目 你相信飞碟吗 相信 我见过 你见过 哎呀 太棒了 那是同道中人啊 你完全应该来我们团队啊 乔乔此刻心力焦脆 懒得再去分辨什么真伪 鬼使神差地相信了徐珍 并跟他一起踏上去新疆的火车 但行至一半 乔乔反应了过来 趁着徐珍熟睡 他悄悄地留下了车 再次一个人走在陌生的一乡 这一时 影片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乔乔抬头看见了天上的UFO划过 这一组镜头表达的意思众说纷纭 但无论是乔乔真的看见了UFO 还是说这只是人物角色的内心投影 都像是在说明 此刻乔乔的人生非常迷茫和糟糕 时间匆匆一晃十年 一列列高铁呼啸而过 旅客们都散去后 在空旷的车站外 一个男人正坐在轮椅上 谁也想不到他竟然是冰哥 此时的冰哥脸上已经蓄起了胡须 显得十分沧桑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不但没有东山再起 如今就连行走的能力都已经快丧失了 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大同 冰哥眺望了很久 他最终还是拨通了乔乔的电话 两人彼此幻想过无数次乘风的情景 但谁都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 乔乔回到大同后 就将以前的麻将馆给接手了过来 直到如今还在营业 他把冰哥接回了这个曾经的老地方 冰哥此刻窝在隔壁的房间 碰上了当年的麻仔礼圈 两人聊起了现在 想到自己以前的小弟 一个个都混得风声水起 自己这个当大哥的 现在却沦落到了这步天地 各种滋味唯有自知 随后李轩给他端上了一碗 瞧瞧亲自做的面 但当菜端上来的时候 冰哥却大发雷霆 你妈他妈的动不动规矩 现实就是后上才 此刻一名小弟不愤 上来就要揍冰哥 但还好被李轩及时喝止 乔乔文身也立即赶了过来 帅帅大胆地给谁开了 你把奶倒的活 上背这个前腻的啊 够出去 我走就够了 冰哥翻身就准备下床 可现在的他早已惊飞昔比 冰哥试图挣扎起身 却始终站不起来 瞧瞧见状 心也转了下来 问他身体怎么变成了 这副模样 原来冰哥在凤姐的这么多年 为了生意喝了太多的酒 最后得了脑出血 现在落了个半身不随的后遗症 谈及往事 二人虽然各有唏嘘 但也都默契地不谈彼此的事 当天夜里冰哥自己脱衣服 却由于行动不便 始终脱不下来 于是他开始跟毛衣较劲 可惜啊 当年的一代狠人 如今却斗不过一件毛衣 但让他无力地 又何止这件毛衣呢 包括自己狼藉的一身 在瞧瞧的麻将馆里 冰哥见到了很多 以前的小弟和朋友 看着冰哥如今的狼狈模样 当年被他教训过的老甲 一直用手机录视频 并一直在调侃 要给冰哥做个专访 这些话任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是赤裸裸的嘲讽 冰哥此刻急于反击 反问老甲 还记不记得当年被他打到吃屎的时候 老甲也毫不示弱 说想知道的话就赌上一把 冰哥爽快答应 二人各取一张牌笔大小 结果冰哥输了 冰哥向来是一言九鼎 愿读服输 于是他二话不说 就从轮椅上栽了下来 但没想到老甲还是不依不饶 甚至用手指弹了冰哥的脑门 口中还不停地辱骂嘲讽着冰哥 此时一边的乔乔看不下去了 起身拿过一把茶壶砸在了老甲的头上 一如当年冰哥保护他一样 保护冰哥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乔乔找来了一生为冰哥治病 还时不时带着他散心 再后来乔乔带着冰哥到火山那里 故地重游 在这里乔乔鼓励冰哥 挨托轮椅自己走路 在乔乔的帮助下冰哥竟然能够站了起来 回家的车上冰哥拉住乔乔的手 但却被乔乔坚决振脱了 这一刻冰哥心里知道 曾经的爱不可能再重来了 在2018年元旦这天一大早 冰哥并乔乔起身离开了乔乔的家 只留下一条简短的语音消息 隔壁的乔乔听到消息 立马踢开了冰哥的房门 看见了冰哥留在桌上的信封 里面装满了钞票 乔乔直接将信封给扔在了地上 出门四处张望 发现街道上早已没有了冰哥的影子 他站在原地很久 并没有选择去追 在最后的监控画面中 乔乔回到了屋内 他依靠在墙边若有所思 他和冰哥的故事终于走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恨过怨过的两个人 终将相忘于江湖 江湖儿女是贾张科导演2018年的作品 影片故事情节跨越17年的时间 所有画面镜头和音乐都充满了时代感 这正是贾张科鲜明的个人风格影片 虽然内容讲的是江湖 但是却没有太多的打打杀杀 虽然不像香港黑帮电影那样紧张激烈 但缓慢的节奏依然能够扣人心弦 比起那种动刀动枪的视觉刺激 江湖儿女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情绪上的音乐 江湖上的面子是冰哥的执念 他不再是曾经的大哥 没办法给乔乔强大的依靠 他并非不爱乔乔 只是不想以这样的面目出现在他身边 在他心里权利和荣耀才是他最看重的部分 只有重振雄风才配拥有爱情 可惜他余生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最终他学会了向现实低头 想找回曾经的那份爱 可乔乔早已不爱了 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江湖道义 而这些都让冰哥觉得 他是在接受乔乔的施舍 自尊心让冰哥不能接受这样的事 于是他选择在新年的第一天默默离开 留给乔乔一个新的开始 也送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 为自己保留了最后一次尊严